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没有休息 我们到了高雄以及台中 跟大家一年一次的见面 分享了台股的后市展望 我想我应该把后市 我的看法讲得非常的清楚具体 看到高雄满满的粉丝 满满的投资朋友 台中也是一样 甚至在台中厂 还有人是站着听 因为现场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座位了 早就爆满了 所以有人很辛苦的站了两个小时 甚至也有人是从台北专程搭高铁 专程开车南下的 其实这些在我心中 都是很深刻的印象跟感动 那当然也很感谢来参与的朋友 魏洋老师忠心的祝福你们 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行情 还有明年的投资上面 都大有斩获 因为你们付出的 绝对比一般人还要多更多 牺牲了假日的时间 甚至大老远的风尘仆仆的 就为了来跟我见面听演讲 我真的很感动 我会用我120分的努力 来回馈给大家 那刚好呢 在昨天 我台中演讲完之后 要回台北的路上 那我们叫了一台计程车 那我就搭这个计程车到高铁 结果呢 这个计程车司机问奖 跟我说 他做空被尴尬到现在 而且还在凹 舍不得卖 而且更严重的是 他做空的是指数期货 他做空台子期 那我想呢 开计程车 绝对是一个以劳力 以时间来换取报酬的行业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但是因为想要赚更多钱 接触了投资 接触了金融商品 却在不够了解的状况之下 去做了期货 然后被尬空 然后没有办法呢 执行停损 我真的当下呢 不敢去进一步问他说 那这样子赔多少钱 因为我想呢 这个好像在伤口撒盐一样 如果以一个计程车司机的 平均月收入来讲 我想你稍微一个不谨慎 做空 哪怕是一口的部位 都可能把你整个月开车 这几百个小时的薪水收入 可能都要赔光光吐回去了 那如果他的部位不是一口 而是两口三口五口十口 那我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情况了 那这个就告诉我们 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的投资人 对于赚钱有很强烈的需求 也有非常明显的渴望 可是很可惜的是 却没有很认真看待 操作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司机开车 我想我们一般人 不会比这位运奖大哥 更懂得台中的大街小巷 路怎么走 路况如何 这就是他多年工作经验 所累积成的结果 那我如果今天要去开机轮车 尤其跑到台中 就算有GPS 我想我可能常常会走错路 常常也会绕远路 或碰到塞车的路 但是呢 司机大哥想要赚钱 因此呢 可能有听了什么人的建议之后 认为来到金融市场 可以只手机下单按一按 或者是电话打一打 买进外出 然后就能够从天上 不断地掉钱进账户里 我想这个就不切实际了 任何投资商品都有风险 每一个工具都有机会让你赚大钱 但都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 重点是要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这份能力 你是不是真的懂这个商品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在操作 你又花了多少时间去了解 股票的操作 期货的操作 我们这次的演讲虽然爆满 虽然爆满 可是有时候我心里还是会很想 问问没有来的朋友 那你们平常是不是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即便你不是来听我的讲座 你有没有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因为操作的难度本来就高 而且越来越高 那如果你不想参加任何的投顾 你想要靠自己 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目标 我也希望所有魏洋老师的粉丝跟会员 将来都能够独立靠自己 但是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目前的阶段里面 其实行情出现了 你就边做边学是最有效率的 那如果你还不是会员 如果你也没有花时间去学习 然后就茫然的进入到市场操作 真的很可能就会像这个问奖一样 你赚的是辛辛苦苦的工作薪水 可是你赔的却很快 在股票市场 在期货市场 一个眨眼就不见了 这是昨天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讲到停损的重要性 上个星期有一档个股呢 出现了一个很恐怖 也很遗憾的新闻 就是太阳能的异通呢 要在明年的1月正式的下跪 从资本市场说拜拜毕业了 那这一档个股过去呢 曾经是太阳能高达千元的股王 结果呢 现在是跌到1.41元 所以在股票市场 如果你不习惯停损 或你根本无法接受停损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股票会怎么跌法 这个永远猜不着 猜不着底线在哪里的 1,205元的公司都可以跌到1块钱 你认为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吗 那如果要凹单 那到最后就是凹到财富都不见 这一档个股 目前持股10张以下的小股东 还有2万多人 我不晓得此时此刻在看节目的你们 这当中有没有人就是2万多人的其中一份子 2万多人不是少数啊 所以这两个股要下跪 并不是说好像呢 跟台股的投资人没有什么瓜葛了 其实还有2万多人是有这张股票 那太阳能被讲成凄惨的产业 其来有之 这几年没有一年好过的 那么每一档上市柜的太阳能股票 几乎都在比产的 除了呢 极少数的几家公司 待会或许我可以举个一档给你看看 那我们反观另外一个情况是 台积电 台积电其实过去也曾经呢 想要跨足到太阳能产业 也投资了另外一家非常厉害的 太阳能电池大厂 茂迪 台积电是在2009年的时候 当时茂迪已经呢 拉回到百元以内了 因为茂迪曾经最高的时候 也是呢900多块 逼近1000元 那台积电是在2009年呢 以82.7元 投资了茂迪两成的股权 但是大家注意哦 那台积电这下子投资进去 我们看2009年大概在这个位置 结果就开始跌了 从技术线图也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长空的趋势 那事实上当时张忠谋 在2014年 就对外公开的宣告 他计划要把茂迪的股票 找机会点处分掉 认赔那最后实际上呢 从2016年开始 一直卖一直减码 持续的认赔停顺 那几乎出清了股票 那我们看到 2016年在这里 2016年之后 台积电呢 决心要认赔 以当时的价位来说 大概在30几块 对照他的投资成本 82.7 他当然也是赔钱的 但是呢 趋势转变了 就是要及时认错 控制风险 因此这么一砍下去之后 认赔 你认为当时好可惜吗 82.7买赔在30几块出场 可是回过头一看 幸好当时有愿意认赔 否则茂迪呢 也是最低跌到了5.91元 你说是不是 放越久越凄惨 那这一笔赔 也就认了 毕竟台积电的本业强 他靠着在金元代工赚的钱 可以远远地 去弥补这一笔损失 这笔损失来说 对他其实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可是我觉得 从易通太阳能股王 1000多块跌到1块钱 而且即将下跪 即将消失了 跟台积电也一度看好 太阳能投资的贸底 结果投资之后一路跌 最后在大赔的状况之下停损 但是停损之后 股票呢 其实继续跌得更深更多 那你这个一比对就知道 即便是世界第一流的台积电 都有可能会看错股票 因为产业本来就是变化的 过去好的产业 谁能说它永远都好 没有这种产业 产业本来就会变化 那如果发现趋势真的不对了 就要及时停损 做股票是这样子 做期货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正在呢 看着今天台股指数创清高 正在欢欣鼓舞呢 好多股票涨上来 千万要记得 回过头也要去看看 你现在账面当中 还有哪一些股票 应该要趁年底 来一个大扫除 壮士断碗 我这两天又在忙 帮投资朋友持股诊断 很多人交到我手上的个股 一打开 20档30档 不夸张 真的就是这样子 一大堆琳琅满目的股票 那很多都是呢 放很久很久的 每一档看起来都不太值钱 鸡蛋水饺股 十几块的股票 然后这个一张那个两张 一大堆 你想如果一个投资人 持有这么多股票 而且都是以前的烂摊子 流到现在 你对股市当然失去信心 这个指数涨到 不要说一万二 涨到两万点 你也没有感觉 那每一档股票 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价值了 因为都跌很惨 七块八块的 十二块十三块的 可是实际上呢 我把它从头到尾加总之后 每一档的个股乘以张数 依照现在的市价 这么一加总算起来之后 我发现呢 其实很多投资人 并没有感觉到资金的力量 其实你把这些套的持股 加在一起之后 有些人都有一百万两百万 甚至超过三百万的 都有耶 可是这些人都以为说 自己已经没有资金能够 持续的征战股票了 没有办法再操作 因为没有钱全部都套了 全部都卡住了 那只是整天在等这些 跌到七块八块 跌到十二块十三块股票 什么时候能够涨上来解套 这个我说 我讲一句话你们不要介意 这个可能比要被雷批到几率还低 那些股票 我说真的 反正我也没有讲什么名称 我说真的 真的很烂的公司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要 抱了这么久的时候 还要再等明年等后年 不要再浪费时间浪费行情了 记得魏阳老师告诉你们的 现在就是黄金时期 过去十年来台股 11月底到隔年的三月底 都会有做梦行情 上涨几率百分之百 那大盘指数平均就涨了6% 贵买指数平均可以涨到将近一成 你说个别的股票如果挑对了 涨两成三成涨五成 机会有没有绝对有 所以这一段行情千万不要错过 第四季到农历年标股练金术 我们来带你全力冲刺 如果你有套牢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这两天 我都已经在做持股诊断 那么就打电话进来 把你的持股写一写 交给我们 一并帮你做一个最深入 最完整 最专业客观的持股见证 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作定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前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与方向 我是曾忠育 非凡商业台 全球新观点提供您 理财新视野 大家好 我是曾宁君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11月营收会在明天全部公布完毕 那么大部分的公司其实已经陆续公告出来了 那么说实在的 11月营收 它的重要性 已经没有像今年过去这10个月 那么样的明显了 这个是历年来都是如此 走到了11 12月 基本上很多公司营收都是呈现下滑为主 这个时候其实即便下滑 其实也不太需要去过度的解读 大致上是这样子 那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就是说目前手中持股跟追踪个股 11月营收我的一些解读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营收还没公告出来的4439 这一档新的个股 那所谓的新的个股就是呢 在上个礼拜四才刚IPO挂牌 成销价格是158元 挂牌第一天最高来到205.5 接着呢礼拜五就涨到了217 那今天呢盘中高点还是有215 那中场呢是小跌作收 那大致上呢因为刚刚挂牌 日K线看不太出来 我们用60分钟K线来看 慢慢呈现呢低点垫高的形态 低点垫高的形态 那如果说一档IPO的个股 这个第一天 尤其是大概前一个小时 爆量换手成功之后 那慢慢低点开始垫高上去 这个就是筹码开始稳定下来 那手中持股的大概就比较剩下的是 愿意中长线持有的 像是大户大股东 那如果是抽签抽中的 大部分第一天 尤其是第一个小时 大概就卖掉了 那我们讲过因为冠心呢是纺织股 属于中油的部场 那主要的大客户就是爱迪达 跟爱迪达合作超过了20年的时间 爱迪达目前占它的营收比重高达6成4 那另外一个亮点则是在于呢 明年开始也要呢出货给Nike 我想全球的运动品牌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龙头 爱迪达以及Nike 那所以明年呢有新的大客户出货易住 那表示呢明年的业绩 非常的强劲 如果以明年的预估EPS来看 现在本益比大概在12倍附近 那纺织业如果我们去对照 像这个纺织股的股王如虹 本益比呢约略在20倍 所以相对来说这两者的价差就很大了 那过去其实IPO的一些个股 如果说挂牌成销价定的比较低的公司 如果再配合你产业成长性是明确的 外加就是股权筹码比较集中的话 通常股价很容易就会出现蜜月行情 这个是我过去对于新股上市的一些观察心得 那今天是第三天了 我们就观察再来第四 第五天 因为前五天都没有涨跌幅限制 那一档个股真正它的走势 大概要从第六天以后 再来好好的定夺一下 好 另外呢我们盖牌的这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今天呢股价创新高 创新高不是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 但是呢比较有趣的点是 11月营收月减12%年减22% 那按理来说这个就是营收衰退 营运不好的讯息啊 可是你看主力连续买进 千仗大户持股上周还在增加 那股价今天呢在营收公告出来之后 能够呢创下波段新高 如果这家公司有营收的利空都打不下去了 那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利空出境 那这个就代表后面一定是有重要的利多 那这档个股即使到这边创了波段新高 我还没有打算要公告 所以你如果想买的人 你来找我 我带你买 我还没有打算去公告这档个股 那这个当然代表我对它后面 还有一个不错的期待空间 那一般来说当然很多人喜欢去拆盖牌股 那你要拆得出来我觉得不会很难 因为我都提供这么多的线索了嘛 对不对 营收衰退多少我都告诉你了 但这不是重点 我就算今天把它打开也没有什么 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的股票代号 你知道是哪一档个股 这真的都不是重点 因为你要能够知道 它将来到底有什么好 有什么利多 它将来的成长会到哪里 它未来的营收获利数据 你如果没有办法掌握这些 你对它的股价 是没办法有一个合理的估值判断 讲白话就是你没办法知道 它应该的目标价在哪里 那就会回到你只能看技术线图 看看筹码 大概会变成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种操作逻辑 其实很难赚到大钱 很难 真的 所以一档明明有机会 掌握波段的股票 各位真的不要说 去计较说加入会员 要有什么手续之类的 其实你就安心的跟着我 反而你更轻松 你也不用去拆盘 也不用去研究 就是跟着我的讯息指定 来进出就可以了 因为各位也不要期待说 这两个股 我会每天在节目当中 持续的追踪 基本上早已拉开我们的成本了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6438迅德 营收已公告出来了 月增69% 不过年减38% 那就月增率的角度来说 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股价呢 今天开一个小平高盘之后 就走软了 所以呢 这边来说 要耐心等待呢 股价沉淀 筹码沉淀之后 拉回再找买点 那我们已经是先出清一趟 那不过 中长期的方向没有改变 所以就是多一些 短线的价差来回操作 8358金居 11月营收 虽然比10月小幅度滑落 但是大幅度的年增 那我说过 金居未来呢 会越来越好 倒吃甘蔗 那投信也已经开始呢 再一次的进场加码 目前投信的持股比 已经拉高到3.4% 显然呢 对于后市 也慢慢呢 有趋于一致看好的 一个认同度 3526返甲 营收已公告出来了 月增22% 年增26% 那这个当然就真的很好 那也跟各位提到 在第四季到明年 带动业绩成长两大动能 一个在伺服器 一个在电动车 那从大户持股来看 保持稳定 那现在它的千张大户 人数只有8个人 可是持有公司 22%的股权 所以代表 这些大户的想法 应该也是呢 有波段持有的打算 那11月还有双红的营收 也公告出来了 散热股这边来讲的话 11月12月 或整个第四季营收 应该也都还有 不错的可看性 那今天股价呢 也是在往上推升 改写波段新高 那包含近期 外资投信都进来买进 那其他还没有公告营收的 那我们就持续追踪下去 包含627同心电 3661四星 645二康有 那这一段时间 行情呢 慢慢的越电越高了 甚至今天指数呢 又再次的突破新高 高点千万不要设限 重点是行动 一定要及时 中小型有很多很多的 好股标股 等着大家一起来 参与这一波的标股行情 第四季到农历年 标股链金术的造极令 不知道怎么买卖股票 不知道怎么太弱换墙 一通电话进来 让我们帮助你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